我们认为 子女她不是圣贤 她难免会犯错 所以你就不必忧心忡忡 说什么老错呢 错就错了嘛 你犯得犯实 弄得她紧张兮兮的 你反而没办法教她 而且小孩做错 你不能当场讲她 你当场讲她 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 而是你自己会控制不住 所以小孩做错 你当场讲她 跟不当场讲她 不在乎她 而在乎你 因为你怒气匆匆的说 讲的都没有好听话 她做错了 你不要提 就表示什么 表示你是很明智的 你自己会控制自己 你等一下再说嘛 你就成年人了 她做错 你当场大话 当场给她难看 那你也是小孩子 那就变成小孩子 对小孩子 那还有什么对错呢 我们对小孩不必生气 也不必失望 因为我们要跟她 长期在一起 你如果很短暂的 那当然要失望 那当然要生气 那让你对小孩 失望又怎么样 失望你能不认她吗 失望你能把她赶出去吗 都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我们一家人 是要长期在一起 所以生气没有用 不愉快也没有用 失望也没有用 骂她也没有用 尤其是不应该 讥笑你的指令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笨的 然后动不动就是 我像你这个年龄 我已经怎么样了 你现在还这个样子 然后甚至说 她跟那个小丑一样 那这样一来 你就把她当外人 不是当自己人 我们之所以做她的父母 就是我年纪比你大 而且怎么样 我情绪比较稳定 我知道你在情绪紧张的时候 我跟你讲是没用的 所以我不讲 那等你冷静以后 你会来找我讲 你应该来找我讲 你难道不知道你错了吗 那你知道错了 有什么不找我呢 她就没话讲了 好 她不找你 你再找她 你找她不要一开始说 你做错了 你讲在干什么 如果她知道了 就用不着你讲 如果她不知道 你讲了也没用 我们就问她 你善我为什么这样 你一定有原因 然后这样 你承认一个中国人 一定有原因 他比较放心跟你讲 你一开始就说你这样错了 那她就跟你狡辩 她就死不认错 最后她了不起 如果她稍微大一点 她说往外冲 走了 但是你找我 我找你 你就弄得一筹目 你搞得自己没办法了 无路可走 跟子女要沟通 一定要把这个气氛弄得轻松愉快 但是不是搞笑 我们可以很幽默 可以很轻松 可以很愉快 但是用不着搞笑 你搞笑干什么 我们让小孩自动的来告诉我们 他错在哪里 我们还恩惠他 没有关系 像你这种年龄 放这种错 是必然的 我以前也犯过 要紧在以后不要再犯 不在乎这次有错 这才对啊 这才是大人那样子 笑他 其实不想想自己跟他年龄 相同的时候 也跟他差不多 所以我们这里建议啊 父母自己先把情绪管理好 然后让你的子女 自动的来跟你沟通 上上策 如果说 你自己很威严 你很生气 甚至一见面就拍桌子 我倒问问你 你敢跟你的长官 这样吗 你做生意 敢跟你的客户 这样吗 大家做邻居 你敢你的隔壁 这样吗 你说不敢 为什么不敢呢 为什么你对你的子女 就敢呢 就是你不把他 不把他当人看了 那你怎么可以 不把自己的子女 当人看呢 这老王病又来了吗 所以既然他是人 他有情绪啊 我们也有情绪啊 情绪高的时候 对情绪高的人 绝对没有好话的嘛 有什么好话呢 你骂他一句 他骂你两句 最后你打他一下 他打你两下 那就变成家庭暴力了嘛 我们记他 比他连长 我们就要把自己情绪 管制好 他生气的时候 我们少惹他 对不对 然后等他心平气和的时候 他来找你 你也心平气和跟他谈 这很容易谈啊 他找你的时候 他讲一大理由 不认错 你也告诉他 没有关系 我像你这个年年兽 我做错了 也不会承认的 你不承认就没有面子的嘛 承认不承认 其实不重要啊 你心里头承认就好了 嘴巴不一定要承认啊 你看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 我们心里都知道做错了 就是嘴巴死不认错 这样也不可以啊 我一定要向人家下跪求情啊 一定要把自己搞得没有面子 他长大就变成不要脸了嘛 所以一个人内心认错 内心改变 下一次不做 这是上上策嘛 一定要道歉 一定要写会果书 一定要公开告诉大家 我做错了 有这个必要吗 那就好